大家好,我是郭炎,今天第三讲反手攻球 反手攻球是乒乓球进攻技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的特点是站位进,击球时间早,速度比较快,动作比较小,动作要领 两脚站开,宽于肩,右脚略后 重心前倾,前脚掌着地,弯腰收腑 飞驰排手,半握拳放在身前 从慢镜头可以看出,反手的重心站位是应该在两脚之间 击球点是要在身体前面 在击球时,用身体的力量来控制手上的动作 反手攻球常用于还击正守卫的发球 推挡球,一般的上拳球等 持拍手放于腹前中间位置,轴掠架起来,位支撑点 手腕绷住 前臂和手腕发力,在击球一瞬间收腑引拍出手 击球挥拍时,往前再往右 击球后放松还原 以下就是一个完整的反手技术动作的要领 请不吝点赞 阳之后再往右 逐步 3 明镜头 感谢观看